哈喽各位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,今天是2024年9月21号,昨天做完视频之后比特币回调了一下,最低低道的62,370,没有摸我们说的关键支撑位61,300,现在又涨回来继续在63,000附近徘徊,那周末会不会这样一直横盘震荡呢?还是会搞事呢?毕竟华尔街周末已经放假了很久了,话不多说,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,他的金牌一个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,比特币当前重要支撑位在59,000, 这是整个交易区间的价值区域高点,如果跌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跌幅,61,400,周线图上的打印区也是一个很好的做多位置,63,000到63,500,日线图上的单点打印和VWP支撑,重要阻力位于64,当前本地的阻力也是心理关口,65,000,下一个主要目标,也是周线图上的裸点控制点,阅读开盘价,比当前价格高约500美元,也是下一个重要阻力,做多的话,在63到63,500美元区间寻找做多机会,目标65,如果出现回调,可以在61到62美元区间寻找 更好的入场点,使用上升通道的下轨作为动态支撑,做空的话目前趋势向上,不建议主动做空,如果价格无法突破64,000到65,000,可能会出现短期回调机会,总体上一个认为比特币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中,目标指向65,000,可能出现回调,短期内可能会回到到63到63,500美元区间,这将提供更好的做多机会,虽然价格上涨,但乘着量仍然较低,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风险因素,为平仓合约的话,开放性稳步上升,但仍然低于10亿美元,表明上涨空间仍然存在 目前形成了一个小型牛市形态,可以继续看涨,月线图上的平衡点EQ提供了有力支撑,这增强了上涨的可能性,好着Deniel金牌分析师Eager的观点,相当于现在整体来看依然是看多的,开空并不合适,但是如果在星期天都不能突破64,000的话,可能会出现一波小的回调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,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漂亮 他的金牌分析师Terry在昨天中午的时候说,比特币限价65,000分批做空,止损65,800,目标62,500到61,000,币种WLD方向做多,类型现货入场价1.5,1.45,1.4,分批布局,这个单子是前几天的,随后已经到达了第一目标位,短线收益超过20%,博取更大空间的话可以设置好保本进行持有,然后在昨天下午5点,比特币限价空单短线接近盈利700点,稳健交易可以进行保本损,随后晚上9点半比特币空单接近第一目标位62,500,注意保护利润,� 设置保本损继续持有,好,这大漂亮的金牌分析师Terry的观点,相当于他在昨天最高点64,000让大家开了空,62,500平仓了一部分,他对接下来走势是看空的,认为这个空单还是可以搏一手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Terry的观点,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celot,他今早1点半消刷,SOL大幅反弹,几乎触及了150,低点的日供应量,我仍然认为,任何回来到130水平都是值得买入的,中高点,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可能不会跌到那个位置,但我认为标升到139左右是有可能的,虽然我从底仗看涨 但要记住市场不是直线运动,在过去两天左右的上涨周期后,CT开始大喊大叫,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,但还是要保持头脑冷静,看看图表就知道了,好,推特上这几天CT开始喊,SOL回到3万亿枚,5万亿枚,跟Lancelot说的一样,令人非常不安,感觉就是让散户接盘是吧,SOL这个币是很不错,但是不至于看到那么高,就在今早3点半的接着分析,比特币可能会走一个小幅延续走势,下边原线他看的就是62,600,上边原线他看的就是63900,他认为周末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区 币圈类震荡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Lancelot的这个观点,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涨 他昨天上午9点半是要说,日本利率决于直接待定了,这得多大压力,下午2点半,日本有货币政策发布会,这个WiPhone买了还有现货的同学,这个位置也差不多了,短期看,注意下快20个点了,STX昨天不是让各位出两到三成吗?你注意下这个1.65不破的话,后面你就稍微格局下,SNX,我给的买入点是1.275,他来到了1.295,也差了0.02,可能大家都没买,我建议各位,现货适当先少买点,下来再开始建仓,1.45到1.43,而ENDR你现在少买点,4.9附近, 再买点现货,目标5.5,6.3,7,8,OBI少买点500到1000U,你可以现价和0.007757,GAT交易所有,目标0.0087,0.0093,0.01,FED前面让大家买了,MTX现价买拿着,0.041,目标0.051,0.065,0.081,买现货没有耐心的,叽叽歪歪的里面买,别到时候掌了你不吱声,有震荡你好像大喇叭影响心态,我看的是断行情,不是点行情,现货逻辑和合约不一样,我实在受够了哄孩子一样,各位注意,SEI我看突破了, 现价0.34买点,后面如果回调,再买点这个币,再调整也不错,左右两个密局区已经重合了,这个我之前推荐过,目标0.4,0.49,0.63,0.8,所以我昨天中午的时候他说,这今天早上买的现货买了就冲吗,OBI这才是效率,ONDO0.7买现货,后面如果回调了加仓,我会通知,目标0.8,0.87,0.99,1.25,如果看到以太币这个三日线,我真想现价买进去,接下来2565这个位置如果突破了,那就测试买入,过不去看看能不能四小时给个回调再买,所以我在今早 8点半取样之后他说,9月21号,买了现货的日子突然安逸了很多,比特币接下来只要按照惯性震荡就行,山寨币就可以补涨,SOL142-140可以买入现货,目标153,159,168,185,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,币圈经历就是一开始有钱,装逼,不在乎,胆子大,水平基本没有,靠的就是人傻钱多,中间亏得叽叽歪歪了,有病乱投医,运气好找得好老师,运气差雪上加霜,最后稍微懂了一点,也基本仓位快归零了,各位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干的,这个OBI 昨天买完直接插针到止盈点,今天早上又插针了,这个币,你看他前面,就是喜欢插针,即使打到止盈点,他真的给你成交,我之前在GATE的时候,我就发现一种精神病玩法,当这笔锁朗横盘的时候,他率有突破,你就买上500-1000U,提前委托那些止盈点,他精神病一发作你就止盈,各位复盘看看,挺有意思,好,这币圈锁掌的观点和他埋伏的善待币,昨天上午他可是发力了,这已经算是大规模的建仓了,相对于锁掌大趋势是看涨的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,接着让我们来 来看一下区块链GG手VB 他在昨天晚上7点半时候说,我平均做空了比特币,我还有一些64-66的订单,以防万一,但主要就是准备就绪,对于那些无法忍受波动人来说,图表上的C是一个安全的切入点,TGIF的目标是62-62,800,好,昨天最低就是62,360,确实到了VB说这个范围,所以我在昨晚脚里曼他说,TGIF的目标即将完成,回答你的问题,现在是做空的时候吗?答案是否定的,通常在TGIF之后,他可以反弹,震荡区间在62-62之间,一旦头部形成, 并接触仅限,如果你不是短线交易,图表上的右肩C是最安全的空头入藏点,直到6万被跌破,趋势线在64-66处交汇,空头已被填平,因此从现在开始随时可能会下跌,所有在昨晚10点他说,TGIF是否准确地击中了比特币,黄金和美股,是的,你们中有些人没有持有空头,这应该怪我还是怪你们,我只能会是图表,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交易是你们必须掌握的,而不是责怪,你们中有一些人因为我的交易而生气,但我向你们保证,我不是那个上下波动的人,所有在今早两天接着分析, 我们已经接近了62,预计到下午4点半会出现一个大幅反弹,在反弹时做空是理想的下一个空头,我相信这是一次平稳的下跌,等待6点的TON,好,这区块链继续守预备的观点,昨天这波64的下跌他确实抓住了,并且在今早两点半预测会上涨,他认为这波上涨的话是做空的好机会,他认为这波涨的话也涨不高,还是逢高空比较稳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,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均涨,他在昨天上午10点半双双,比特币再次冲高64左右,合约清� 因为一浪上涨结构基本完成,开始防二浪回调,二浪回调通常可能会比较深,所以先落袋为安,等待调整完再重新布局中线多单,至于64,000到65,000左右的回调空单是否做,到时候看情况,然后在昨天中午64,000的时候他说我溜了,接着今早起床之后他说,如分析,64,000到65,000左右布局个短线空单回调一笔,只损65,500,好着均涨的观点,江林他认为目前这波上涨有可能已经结束了,要回调一波走第二浪然后再上涨,他在64,000的时候挂了一个空单,其实昨天做视频大家都知道,前天 VV都让大家挂空了,别慌别急,军长依然还是看多的,他认为下个波段只是回调一下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,接着我们来看一下WWG群主约翰 他的尊重12点的时候说,TBE已经到达,停止盈亏平衡,相当于是昨天上午11点开的多单,一小时后就盈利了,当时还给了一个SOL的多单,随后来接着分析,停止所有收支平衡,让我们拭目以待NYO的走势,以及OI会如何发展,不管FOMC,随后来接着分析,0X0底价可购买8折优惠,期待未来起床向0.24美元卖金 Cooking EYSNC的计划也开始进行,收回0.21,快乐开始,我认为这将是我们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游戏,正如你所见,我在不同的时区尽可能保持活跃,话虽如此,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,我要睡几个小时,我会在股票开盘前后起床,然后在昨晚9点半他就起床了,所有接着分析,如果市场继续看涨,我预计SOL的表现将优于其他币,期待重返161和187,然后他就又给了一个以太坊的做多计划和比特币的做多计划,所有他接着说,未平仓合约处于 月线高点,比特币暂时未能打破市场结构,理想情况下,我希望看到6万5的高点被一扫而空,进入更深层次的调整,并且整个市场后期多头涌现,如果我们在到达6万5美元之前被冲走,这就是一次机会,如果这个想法实现了,我还为他开设了限价订单,因此,我目前认为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,但我们即将进入周末,因为我认为,我们最好的策略就等待市场采取行动,然后再做出反应,这将是一个相当缓慢的周末,宁可持平,等待最好的机会,ETH一直在很好的执行我们的计划,我认为,如果 我们能守住2550点,我们就会看到像2820点移动,好,相当于约翰认为的两种可能性,一是摸一下6万5,6万6,然后回调到6万附近,再接着反弹,第二种就跌到这个子的区间,6万1100到6万1800,然后再反弹到6万6,他把昨晚开的SOL和比特币的多单都受了保本损,约翰同样认为本周末是一个缓慢震荡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,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蛋糕爸爸,他昨晚9点半收刷,比特币更新,短线支持,此区域失守代表多头动能衰弱,他指的就是62553,然后他 他分析,预计第一次测试6万1400会有反弹,比特币6万1左右为此时上涨多头重要支持,此区域失守才有80%机会验证这次上涨结束,好,蛋糕爸爸这观点我们很熟了是吧,6万14那里确实很关键,但是他说的62553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,所以我来接着分析,ETH0.618通到顶,上方是多头筹码套牢区,如果今晚美股没有大涨,比特币和ETH该是时间冷静回撤下,好,相当于蛋糕爸爸认为以太坊同样要回调一下,尤其是美股出现没有上涨的情况,他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,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,大家可以看到,开空的人比开多人要多,但是多军比较集中,中央订回62500就会把大分开多人全爆完,多军量能最高2.5M,中央转到645000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,空军量能最高2M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,在目前价格附近没人开空都在做多,这头多军的爆仓位在61000附近,量能的话达到了3M,这根多军的爆仓位在57000附近,量能达到了4.3M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,以太坊OPTI都在 做多没人开空,中央订回2530就会把大分开多人全爆完,多军量能最高依然只有1.6M,然后以太坊的全局爆仓跟昨天一样,量能最高同样只有1.5M,爆仓位位于2200附近,不做参考,今天的孔利贪婪指数为54,依然还是中性,总体来看,周末我认为Lenstor的收率观点很正确,其实比特币大框架来看依然是个震荡,下半元线62,上半元线64,不排除往下差一根针的可能性,真正的走势大概率还是要看星期天晚上,所以小伙伴们懂的,还有就是为什么没人做多以太 看来很多人都放弃他了,看了这么多大佬分析,比特币目前确实有可能出现一波小的回调,但是大趋势依然是看多的,所长的梭哈现货了,罗胜估计也快出手了,好久未见罗大的现货单了,期待满满哦 好,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,如果需要社区VIP时事报应策略的话,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社区参议讨论,谢谢您收看